我明明有设定 这个APV 你看就变模糊了 这个Apple的ID我都有了 现在它就是登录不进去 就是控制我的手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个APV store 就是不让我进去 这个账号都不可以用 这可见它已经控制 我拿Apple是没有用的 那现在我在 看可能还要去厂商里面重换 那他说我这个手机是在 在台湾买的代理商 然后还有电话 要我打电话跟那个代理商联络 那怎么可能我是在美国买的人 然后 你看 无法登录 气死人 我都有ID你看到没有 都设定了他不让我开 不让我开 这个就是我的我看我是send card的问题 手机我也不了解 反正不得而知 他就是说是台湾买的 让我跟代理商联络 跟台湾代理商联络 这不要脸的政府 Fuck out 我们这时候交给法官见 让我一言 他一言 炭 commented